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转化成为传奇 这个传奇是现在我们戏曲史里边 学术上所称呼的传奇 在上礼拜我们说过 这个转换的内涵 是触及各方面的 有些地方非常的经纬 有些地方也比较可以一眼看出容易掌握 把它建构起 它转化的三个纲领 就是北曲画 文术画 昆山水磨调画 这是我们所建立的 那现在呢 又得到我两个学生的加持 一个是这个 徐子汉 他阅读了两百多部的明传奇 去做棺木情节的布置 结社的这个分化 还有呢 联套 起牌联套的这种 城市规律 从这三方面去观察 各位这个工程也很大 很大 那我们在座的 这个佩馨呢 他呢 又从五中南巡切入 那么引起了这个 对于文人呢 涉略南系传奇的风筹 同时呢 他也从围观一些啊 比较细致的地方去排 得一种转换 加以这个探索 所以我们说 对这个问题 我们师徒三个人呢 一个从宏观 一个呢 从他刚领事的 一个呢 是从细维的推延变化 我们都有证据 所以我才说 我们这篇讲义啊 是目前探讨 这个 这个 这个南系传奇 转化为 游南系转化为传奇 桌延性 最完整的一篇文章 那么我希望啊 各位 看起来虽然辛苦 里边的药益啊 能够把它掌握 那么同时 还有一个没落 就是 以别曲杂句为母体 上一篇 我们是 以南曲细文为母体 经过三化 而 碎变为 那个碎变又读蜕变了 蜕变为 传奇的历程 那么现在是 以别曲杂句为母体 同样经过三化 但三化的程序 并不完全一样 南曲细文 是先别曲化 为什么它会先别曲化啊 因为 别曲 杂句这方面来说呢 因为它本身强势 所以就难比 南曲细文 所以 别曲化先 可是在别曲杂句这方面来说呢 因为它本身强势 所以就难比 南北渠的這個分野來說 南渠對他的影響就反而比較慢 可是中國人都 戲渠的創作者是誰啊 是文人 所以我們文人的創作者 就這個先來影響他們 所以別曲雜跡呢 就先文士化 文士化 然後接著再南曲化 最後同時是怎麼樣 昆山水魔調化 這個在上禮拜我們已經畫了一個表格了 我在念博士班的時候 我的老師那鄭謙鄭博先生 要我以明代的雜劇做博士論 各位要知道 那是民國六零年代 也就是從民國五十六年 就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七年開始 海峽兩岸還怎麼樣 八三砲戰還在打呢 根本呢 是隔絕的 兩岸的資料 是不能相通 而大陸那個時代是什麼革命啊 文化大革命 整個中國文化被摧殘了一塌糊塗 不要說什麼的研究 那個破壞的程度啊 真是令人觸目驚心啊 一九九零年開始 我第一次踏上 所謂祖國的河山 到每一個景點 都說 這是紅衛兵破壞的 只要古蹟 只要燒色的古蹟 寺廟也好 然後各種古蹟建築 幾乎都被破壞掉 我一九七八年 到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的燕京圖書館 是研究 這個世界的漢學的西方的中心 西方的中心 以哈佛大學 伊守大學 研究 東方的 圖書的長數 就五六十萬冊 那我呢 每到一個地方 當我年輕的時候 我每到一個地方 一定要熟悉他的圖書館 我們台灣大學 能夠開架式的借書 是我建議奮鬥出來 以前借書要怎麼樣 寫借書單 你要在那邊等半天 等他說這個書沒有啊 有時候一天借不到一本啊幾本 我就說 書是要給人用的 給需要的人用的 所以就要開放開架 讓學生進入 他們說會被偷書 我說沒有關係 這種損失是值得的 書會被學生撕掉 他需要了沒有原因就撕掉 我說被撕掉就撕掉 他起碼撕掉他要用 不能因為防這個小賢 而阻塞了這個什麼呢 讀書人用書 你看這個觀念啊 是很麻煩 因為我在哈佛那一年呢 給我影響很大 我需要了一本書 被借走了 過了不久 他們圖書館就掛電話給我 說你需要書 我們從南什麼卡羅那桌 給你調過來啦 而我那時候很感動 很感動 覺得人家國家之所以能科技發達 思想 理論領先 是絕對有他道理的 對學者的服務 我也和各位說過 圖書館的管理員 你一個研究生 圖書館的管理員都要幫助他 說某先生 某先生研究什麼問題 你幫我找書 所以我說過一個經驗 我和哈佛研究社的一位先生很熟 反正我的招數很簡單 都和圖書館管理員做成朋友 然後做成朋友大家 就什麼書都可以看得到 呼呼幫忙就大不一樣 從我做壽司研究生 在中央研究院 在我們台大 我就這麼做 所以我看的書方便快速 比別人多得多 那一位先生呢 那一位先生呢 就被一個美麗的 我為什麼要夾個美麗呢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個法國女孩 她要做什麼題目啊 叫做明代的家具 一個法國女孩子 要做明代的家具 我們中國人都想不到的題目 她要做 說要怎麼找書 那這個 她說說 哎呀你今天啊 非常幸運 有台灣來的珍貌墓墓在這裡 她應該可以幫你嗎 我就說好 你等一會兒 我幫你找 我大概去了半個小時 給她找了兩樓的書 報告來給她 她目瞪口呆 大為驚艷 說 我這一次來這裡啊 這些書就足夠讓我看 那麼各位 為什麼能夠如此呢 因為我到了哈佛大學以後 我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什麼都不做 就是進入圖書館 看他們的書的成類的結構 書的分類排列的結構 所以她說什麼 我說明代的家具 那麼第一 一定和明代的刊本 要有密切關係 而且要有圖像 那這個就是明代刊本的戲曲小說 都會有那個課本的圖像 明代人畫的就是明代的 這一些家具都會在裡面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一定要 明代有關的類書 類書裡面都會把 好些家具各方面 有的沒有的 都會 材料 精實紙集裡邊都會 插樓在一起 所以把這些列書裡邊 相關的器物這一部門 找下來 你要桌子 椅子 要這個什麼呢 裝什麼的 都會有 文學的也有 器物描寫也有 語編相關的典故都有 所以各位啊 我把這個經驗也告訴你們 就是一個開放式的圖書館空間 在以前你如果進不了圖書館 你就做不到這個事 所以各位呢 現在你們雖然有這個網路啊 什麼種種 但是圖書館還是要常去摸索 還是要常摸索 因為圖書館裡邊 它是最直接的 我當時候 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從早到晚 和我有關係的書 一本一本翻 翻開他的夢錄 那麼這個書和我之間就有什麼呢 有一種親切感 你拿下來看他的書皮 可是你如果翻開裡邊看他的夢錄 那又一回事 這個累積下來 你肚子裡邊 腦海裡邊 就有許多可用的資料 就像你認識很多人 有什麼事情 緊急的事情 這個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的醫院長是我朋友 台大醫院的哪一個什麼 掛個電話 兄弟啊 我有個好朋友 馬上就可以處理 道理是一樣的 你書在你腦海 當你要用的時候 你去摸一抓下一看 就如此 所以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們系裡邊的老師 要什麼書幾乎都找我在 在 在 我要哪一個書 你幫我找一下 我說老師 第五研究室 這個什麼 右邊第一櫃台的第二男 就在那邊 我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啊 因為我把整個中文系的圖書 大家不做的事 我整理過一遍 中文系的研究室的圖書 你說我發那個工夫是不是白發的啊 沒有啊 沒有 老實說這個經驗啊 告訴你 有時候做一些笨工夫 死工夫的好處 好處 所以像這個 同樣一個問題 我和佩馨和錫子漢 就把它處理得比較周到 那麼同樣的 以別曲雜劇 為這個母體的話 它一樣經過三化 可是我們說它是文式化 先 然後再來怎麼樣 然後南曲化 南曲化 然後昆山水謀調化 那麼使得 這個 這個 劇種碎變轉型 就北曲 就這個 以南曲細文為母體的話 它 最大的影響是在哪裡啊 三化裡邊最大的影響是哪裡 當然還是 是北曲化 因為北曲和南曲原來是 驚畏分明的 你被它 加入不同的這個竹樹 這個就好像怎麼樣 一國通婚一樣啊 人種不同 通婚產生下來的混血兒 如果以這個中國人為母體 那麼白種人的混血兒 進來 同樣反過來 以白種人為母體 中國人的這個什麼呢 人種混血進去 主體不一樣 產生出來混血啊 也就不完全一樣了 不完全一樣了 所以 北曲雜劇為母體 使它 碎變轉型 最 明顯的元素是什麼啊 三化裡邊 當然是 南曲化 當然是 南曲化 這是 兩種這個 所以 對於這個巨種的 對於這個巨種的交化 我們呢 提出了三化說 是我們這裡的 然後 南曲化 別曲化的這個 為主體 也是我們的觀照 也是我們的觀照 另外呢 在 別曲雜劇為主體 南曲化以後 產生的 混血兒的 新劇種 叫南雜劇 叫南雜劇 還有呢 又有一個名詞 叫短劇 這兩個概念 雖然這個名詞的提出 不是我 可是我是從歷史上的 發展的目落 已經有人提出了 南雜劇 和短劇的概念 但是 給它定位 定位而為學術界的新名詞的 好問題 好問題 是我們 所以這個在學術上 它就有一種 創發性的建立 創發性的建立 我的名詞劇概論 當年 寫完以後 我總覺得 這個書 我雖然 看了兩三百種劇本 把它寫出來了 可是呢 總覺得 好像 不夠深入 但是 它裡邊的 要義的沒落 剛齡的 這個爬梳 建構起一種 這個學術的 理念 這個我相信 我是開創的 因為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這方面的研究 或者還兩岸通了 我才知道 我這個書 當時在大陸 受到重視和影響 好些人說 他們研究生的時代 多窮 幾個人 包括補件 錯核辣 多少錢 然後去影響我的書 去影響我的書 然後像福濟先生 他呢 也千方百計的從美國那邊 得到我的一部書 然後告訴他學生 一定要讀我這名詞劇概論 可是我呢 擺著 也這個什麼 不很重視 那麼在其實在這個書裡邊 我就已經建立了 別曲雜劇 為母體 如何轉化成藍雜劇 和短劇 尤其 對 南雜劇 短劇 各有廣俠二義 的定位 這很重要 我的意思就是說 南雜劇 就要取其廣義 短劇 短劇 就要取其狭義 這樣呢 在市區巨種的發展呢 就會清清楚楚 所以各位看看 我們這一篇呢 第一啊 有引言 第二呢 是明雜劇 體制規律 體制規律 體藥 為什麼要體制規律 擺在前面呢 因為它是 難取化的怎麼樣 最具體的一種 碎變的情況 然後呢 我們就看整個明雜劇 遠近的這個情勢來說 明雜劇 明雜劇 保留 元代 北濟 儀式 明雜 這個明雜有一百二十年 為什麼 會那麼長 因為那是元明兩代的一個 時代的變遷 各位想一想 在元代是什麼族統治之下 是蒙古 中國人沒有地位 所以呢 許多有才有學的 有才情沒地方發揮的人 好問題 就是淪為輸賄的才人 官馬正百 他們呢 作為雜劇的創作者 可是 到明代 恢復漢唐衣冠 自己當家了 和民族當家了 所以呢 這些讀書人 還需要不需要 淪落在哥爾無名之中討生活啊 已經科舉恢復了 十年窗下無人問 一舉成名怎麼樣 天下文啊 所以在明初的時候 大家整個的心態 努力的方向 就不會和元代一樣 何況戲曲的地位 在明代有沒有被肯定建立起來啊 還沒有 還沒有 你包括戲曲的這個地位 在武士運動的時候 也被打擊得很厲害耶 包括我們台大的校長 復蘇年都覺得這個是最沒有文化素養的人在看的東西 我在選院士的時候 還有人說 一個研究武士文化的一位我們的前輩 都還說戲曲沒有文化 一位思想署很有名的學者 他說戲曲沒有思想 各位想一想 戲曲裡面沒有思想嗎 戲曲的思想是整個這個什麼啊 全民所激取的中華文化裡邊的 庶民百姓的共同思想 共同理念 那也是思想 而不是諸子百家才算思想 庶民所反映的 就是庶民的文化 就是庶民的文化 他這個文化才是實際在生活裡邊的 所以啊 這個觀念不一樣 就有許多這個 這個令人不敢果同的見解 就是有偏見 有偏見 到目前為止都還如此 那更何況在明代的那個時代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有許多的劇本 是誰做的都不知道 為什麼啊 臉上有光沒光啊 他怕人家知道說 你寫劇本 不寫好 常常就有什麼啊 就會說 如果你好好去做什麼 那考取科技一下做大官 你為什麼要淪落去做這個呢 我當年啊 在倡導台灣的民間藝術 鄉土傳統藝術的 維護發揚的時候 我們中文系有兩位 我非常尊敬 也非常愛我的前輩老師 都找我去說 永遠啊 你是能做學問的人啊 怎麼現在都去跑江湖啦 為什麼都跑江湖 你知道嗎 我和劇團的人 對不對啊 台灣演歌子系的 布袋系的 南館的 北館的 高甲系的 北館系的 客家系的 這些民間藝術人 各個都是我的朋友 我就帶他們出口 世界各地去演出 風光的不得了 這個跑了好幾個大桌 國家算起來驅逐難數 我有46處帶團出口 你們就知道那個樹木有多密 那我這老師就說 我著火入猛 我從法國回來的朋友 日本回來的朋友 都很憂心地說 永遠已經不是個學者了 他已經這個什麼呢 如何如何 我就說 其實我也是在做學問 現在做的不是書本上的學問 我認為戲曲的學問呢 要具備的 我和你們上課開始就說 戲曲的資料有哪幾方面呢 文獻 文獻 調查 訪問 觀賞 對不對 這些是 我把它擴充開來的 研究戲曲 是要最多面性的 這才是立體的 才是可以互相這個什麼呢 互相感應 融會成為一個新的學問的很重要的基礎 好 可是我的其他老師 孔德成老師 他說 等於你做的是對的 這樣做是對的 余大綱先生 你要向他選 台敬明老師 那跟不必說 我的指導教授 最欣賞我這一點 他說 永遠也沒錯 你繼續做 那兩股勢力在我身上 但我都知道他們是很愛護我 都愛護我 那未來要表示 安慰我那兩位老師 很緊張的老師 我在到德國去教書的時候 一口氣把它出了四本書 因為我停頓一陣子 沒有出書 天天在那邊跑田野 還有什麼寫的文章 哪有時間整理呢 所以這樣 他們說 哦 你是 是台灣歌子系的發展與變遷 等於是台灣歌子系發展史 我花十六天就寫出來 因為 我田野劇團羅豆鼠 我 把最原始的劇團帶出來 給他們在台北 露聯提升他們的地位 我看到了 所謂一個巨種原生的現象 還保留在那邊 所以我把他們當作活的 活的鴿子系的文化標本 這種體會 你不深入去 你看不到 看不到 那主要緣故 就是我去 宜蘭羅東做田野的時候 看到他們在 羅東公園 宜蘭公園 禮拜六禮拜天 就在那邊這個什麼 踏搖 所以為什麼我能提出說 踏搖這兩個字 是中國戲渠的一個地方小戲的根源 自古以來就如此 是這樣的一個親身體驗得到 所以我們呢 也因為 對於明代的戲曲 兩三百種 做全面的梳理 所以能得到他眼鏡的一個 發展的態勢 也能夠從此看出他三話 的這個推移的現象 三話裡邊也能夠掌握 他的藍曲化 是他的核心的一個一股力量 這一些啊 也提供各位參考 我這個文章寫得很清楚 但是這個話 在課堂上要說 休息一下吧 所以啊 在明代初年 這個初年啊 是學術上的初年 沒有初年 初到一百二十年 但為什麼把它猜成初年呢 因為 整個戲曲界 在明代開國 到成化以前 這一百二十年 可以說啊 可以說啊 是停滯的 作者少到只有驅 我們說驅子難數 他五個手指頭都數不完 那樣的一種情況 甚至有五十年 甚至有五十年 找不到一個作家 這種情形啊 就是一個時代變遷 所形成的 因此呢 在那邊除了王爺 還可以保留作品 其他的一些 都成為無名式的作品 或者宮廷裡邊 為了應付演出 那些寧寇公 乃至於太監所編的一些啊 比較粗糙的 這個戲曲作品 只有一個 寧憲王 朱犬 和 周憲王 朱友敦 辯分來說 一個是叔叔 一個是子兒 他們兩位 在戲劇的貢獻 是相當大的 然後 為什麼又開始引發出 這個 雜跡的復興 戲曲 再生呢 那就是佩馨所 強調的 就是五中南下 他一些文人 開始 育權著作 刺激出來的 所以從 呃 成化以後的正德 然後 加進年間 就八十年間啊 我就把它規劃在 中期 可是這八十年間 雖然也有十幾位作家 可是個個都是業餘作家 什麼叫做業餘作家呢 他們不是拿戲曲創作為主體 還是以什麼為主體啊 詩文為主體 他們還是把它當作一種 遊戲筆墨來創作的 這個包括王九師啊 康海啊 徐文堂啊 等等這一批啊 這個文人 所以他們的作品都不多 都不多 一種兩種 對 許文堂雖然有四聲援 不過加起來呢 也不是一個大作 就拿我來說吧 我現在編的劇本也有二十個啊 可是我有沒有把它當一回事啊 我還是遊戲筆墨啊 因為有人說要演嘛 要演 我覺得要演也滿好的 寫來後有人演 你看多愉快的事情 所以我都只花一個禮拜去創作 創作完了 連回頭改一改我都不願意 就交給這個什麼譜取的人 那因為我沒有把它當回事情 可是在學術著作上呢 你看我寫下來 佩馨幫我這個現在的博馨幫我這個 核對資料 幫我再細細堅守 我最後再審定 再修改 那花的功夫 就超過了我的創作時間 那種這個謹慎度 就不一樣 創作一個曲子填了 揮灑就完了 以前的 紀作家 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只有什麼時候開始 才 當專業作家呢 是明代萬曆以後 才真有專業巨作家 有個人明明已經是專業巨作家 但他自己因為做過官也不小 就神經 神經寫了十七本傳奇 其他這個是很多的 很多 又倡導理論 等等 你看李天成 讀過的劇本 評過的劇本 他所寫的你看也有多少個劇本 王继德 一輩子都在幹這個 所以他們 都可以說專業戲劇工作者 這時候才開始有 還有就是 是晚明以後的清初 清初 清初 因為清代這個初年 整個世代夫的這個 這個思想觀念 還沒有 還沒有 磨去 晚明時候的 思想啊 生活啊 很奇怪的就是 那個 投降滿清的人 也不太在乎 好像也沒有什麼羞恥感 他們照樣做他們的大官 這樣在文壇領導 其中 最明顯的就是誰啊 千千億 對不對 龔鼎之 這些人 所以這個風氣 可是有一些讀書人 怎麼樣 科舉看不上 又有一點民主意識思想 沒辦法了 只好 以創作劇本為 生活的本錢 尤其集中在蘇州一代 我們在座的盧伯勳 最近寫了一個很不錯的 博士論文 就是 寫那個時代的 蘇州地區的 這個劇團的現象 所以 一個劇作家可以寫的 大量的戲劇壯作 當作職業性的情況 恢復到官馬正白的那個時代 是晚民開始 清出那頂聲 也就是說 中國戲劇也很有趣 在原來的時代 早期的 他的內容思想 是可以反映當作政治社會 然後到 這個清出 也一樣可以反映 然後就到 民國 這個什麼清末民初 這三個時代 可以反映政治社會 其他大概 文人的這個什麼呢 尤其 像這個 明代 絕大部分的時間 是文人的一種生活 文人的不得意 的一個宣洩的工具 而不像 剛才我們說的 元代 清出 清末民初 這三個時代 戲劇可以反映政治社會 明代不能反映政治社會 是因為 明代 初期 受到這個什麼 法令 政府的這個 很嚴峻的法令的制約 有密切的關係 那清代的文字衣 清代的這個戲劇 雖然那麼發達 可是清代的文字衣 還是很盛的 你們知道 最盛的是誰啊 乾隆 乾隆為什麼編事故前書啊 等於在那邊這個 就重新梳理 那個思想 他同樣的把民間的劇本 把這個傳統劇本 都要經過這個什麼呢 梳理過 還好 因此呢 興起的大禦 也不多 可是他那麼做 所以呢 我們呢 在中期的雜劇啊 剛才說的 文字化的 現象非常的明顯 就是說 雜劇呢 開始 文人的情味 也非常的明顯 那麼在傳奇 我們 上個禮拜所說的傳奇 也在這個時候啊 他傳奇進入了 被當 教化的工具 被當作 實文 反應 八股文的 像那個做 做這個誰啊 做 哎 現在腦清晨 做香朗劇的 哨唱 哨唱 對不對 玉絕劇的誰啊 鄭若雍 鄭若雍 這一些人 都是 用八股文的方式在做 所以也是文字化的 怎麼樣 一個變相的現象 還好雜劇沒有走入到 這麼樣 漏偷的 情況 可是八股文 因此呢 到了 因此呢到了 這個 許文長以後 開始一股勢力又怎麼樣 要談本色 對不對 談當行 就是要開始 對於八股文士的 這個孔子以後的 教化的 觀念 覺得 藝術 音樂 都是要和教化有關的觀念 開始一種反思 所以興起啊 很長一段 參與的學者 也很多的 所謂本色當行的論章 有沒有啊 可是本色當然認真 我在前幾年仔細把它再重新梳理 發現 明代的讀書人真是不用功 什麼叫做本色 什麼叫當行 他們的嘴巴隨便飄出來 隨便一說 所以各說各話 都在不同意的基準上 在論述本色當行 不同的基準 所以 每個人的這個本色當行的概念 都不完全一樣 設立比較大 影響後來比較深的 都把本色誤解為什麼 誤解為理俗 白話 白秒 那當行就說不清楚 所以我才發了很大的一篇文章 寫了一個 從明人 當本色當行說 論評治戲曲應有的態度和方法 因為本色當行就是他們拿來衡量 戲曲的這個優劣和價值高下的尺度 可是沒有基準 各說各話的 怎麼能衡量得出來呢 這就是回歸到我和一載安各位說的 那就是明實的論證的根本 本色到底什麼才叫做本色 當行 什麼才叫做真正的當行 戲曲的本色 應當怎麼樣來詮釋它 戲曲的當行也應當怎麼樣詮釋它 那才是正確的 才是桌元的 而不是直一篇 只是拿一部分的概念 就要衡量全體的錯誤 所以我從本色當行來論述 戲曲應當正確的本色是什麼意思 當行是應當什麼樣的子氣才可以叫當行 結論就是 結論就是 本色 就戲曲 所應具備的 職線 戲曲 所應具備的 在英文學上 所應具備的職線 所應具備的職線 叫本色 也就是本來面目 本來應要有的 當行 當就合乎 行就是它應有的一種修為 具備的條件 具備的條件 你如果合乎 應有的這些 修為 具備的條件 你去創作 你去表演 才能叫當行 所以當行 所以當行是指創作 和批評而言 一個不當行對戲曲 不了解應當它要具備 哪一些必備的條件的人 你就去創作 你創作出來就完蛋 你如果不懂得 什麼是戲曲所應具備的 應有的藝術條件 你就去批評 你批評出來就 完全不大嘎 本色 你如果把戲曲 能呈現為戲曲最 應有具備的職性 你呈現出來的 它就是最美好的曲 所以 要來如何關照 如何關照 戲曲的這個職性呢 就要以它的 體制規律 它的語言 它的 風格 我總共提出了 六個 鑑定的風格 其中包括 剛才說的什麼 體制規律 然後 音律 音律 內容 還有 語言 風格 還有一樣 從這六方面去關照 那 就可以看出 取得真正的 特色 出來 這個才是戲曲的本色 當然 就是 你要創作 要批評 所應當 具備的 對戲曲的 認識 修為 功力 等等 能合乎這些 才叫當行 當行就是內行 就和這個行當 所應具備的條件 可是你們讀的明代的人 談本色當然 那這都是胡說八道 除了王继德 除了張淨淑 兩個說的比較 合理以外 你看神經 他的本色就是理屬 所以他做出來的這個 劇本能讀嗎 很粗魯 他說這個是本色 所以王继德說 他路頭一抄 他認知的觀念錯了 所以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什麼呢 所創作的東西 就失敗了 這是一直 自古以來 談論這個問題 而大家都被牽著鼻子走 走得團團轉的緣故 因為我們 做學問 常常覺得 古人就了不起 他說什麼 你就要替他去立言 他明明 他明明 本身就是不合理 你又不敢去批評 反駁他 所以也使自己啊 糾纏 這個 陷入其中的 難以自拔的 難以自拔的現象 這一點我和別人不一樣 尤其我很看不起什麼 明代的 學者 我總覺得他們 實在沒讀過幾本書 很奇怪 對明代的人 我都不佩服多 所以真正 南雜劇 可以成氣候 代表的時代 還是晚明 也就是萬曆以後 南雜劇 才真正這個什麼呢 發展到巨變 第三 第三 三四第三 我必須你把它練一下 南雜劇這一名詞 南雜劇這一名詞 自圖倫的群英被選 其見說有廣俠二義 俠義的南雜劇 是指北本自主全用南雀 南雜劇 忘記的所謂 自我作弧的劇體 其形式和原人美雜劇 正是南雜劇 廣義的南雜劇 則指單用南雜劇 或以南雜劇為主 而偶雜劇合套 折述在十一折之內 任取長感的劇體 因為這樣的劇體和傳奇 只是長感的不同而已 因應當也是屬於 南北曲交化後的南雜劇 所以人可稱之為 南雜劇 短劇這一名詞 大概始於 目前的明清戲劇史 它說須有廠商之序 有暗頭之序 短劇雖未必盡能登住廠商 然置住暗頭 亦不供文士引用 無論何種文體之心 其作也見 其必也聚 雜劇之起為自責 忠而至於有促使出之傳奇 目擊必反 凡者亦必日益就見 短劇之作兩有一頁 從它這段話 我們對於短劇的定義還是很模糊 大體說來 短劇也有廣祥二義 廣義的短劇 是與傳奇相對待而言的 以及尚文所說的廣義的南雜劇 因為它叫之傳奇 只是長短的不同而已 俠義的短劇 則專指折數在三折以下的早劇 因為它比起一般觀念中 四折的雜劇是更為短小了 本書對於南雜劇取其廣義 對於短劇則取其狹義 無論南雜劇或短劇 其行制均叫傳奇為短小 同時偶爾運用或間用北劇 這兩點無疑是原人北雜劇的遺跡 而其密入南劇 或雖北劇而彩分唱、合唱以及加滿形式 則顯然是南雜劇傳奇的現象 因此後期的南雜劇與短劇 其實是南雜北劇 而以北劇為母體的混血兒 它改進了原劇限定四折四套北劇 和霍霍但不暢的刻板情勢 而帶有南雜劇傳奇排唱連套的逐步變化 以調劑冷熱 並給予各角色居可認場的自由 對於長短 它既不受四折的限制 也不採取傳奇式的榮長 它僅依照劇情的需要 而在最後十一折之線內任意長短 所以南雜劇與短劇 可以說是改良後最進步的戲劇形式 周憲王對於戲劇藝術的改進 也在這裡得到支持和發展 這樣的戲劇形式 才真正是有名一代的特有產物 我們若說到名雜劇 實在應當以南雜劇與短劇為代表採示 短劇發熱於中期 直後期而張氣橫國 教級買清更更更增造極 只是逐漸獨立化 中置脫離徐書登場南投 而變成此故的別體了 好 那麼這一段呢 就是等於 我們在戲劇史 在學術上 的一個創發的見解 那麼這個見解的創發 是從研究所得的 因為在以前沒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 那把南北戲劇的傳奇 我們稱為以南齊戲文為母體 而是南北戲劇的混血兒 這言簡易概非常清楚 同樣的 把南雜劇說成是以別曲雜劇為母體 南北戲劇的另一個混血兒 南雜劇 所以南北戲劇的一種交化 產生了怎麼樣 兩種不同形式的混血兒 只是母體怎麼樣 哪一個為主體的母體 不一樣產生的混血兒就有區別而已 這個就對於戲劇的發展的 理路沒落 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像這一種見解是從來沒有過的 我們在戲劇史就給他一個梳理了 非常簡明惡要的一種結論 我現在創作的婚劇啊 採用的都是南雜劇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劇場 兩個半小時最長 可是現在很奇怪 那些歌子戲啊 唐美妍啊 或者誰啊 一演都三個小時 演完以後還要演說 演說給你聽 變成那個習慣 那國光劇團也開始三個小時 還好他沒有演說 沒有演說 我的呢 都還保留兩個半小時 之內就結束 而且啊 一定要分上下場 我有一齣戲叫李湘君啊 還有孟江女 都在這個北京的中國戲曲學院演出 我還是主張要分上下場 他們的院長接待單位 素王你大概還記得 他們說不要這個什麼分場啦 你分場喔 我們學生都會跑掉啦 趁著分場下場就跑掉啦 因為他們不太看昆劇啊 我說沒關係 跑掉就跑掉 是他的事 我們要考量啊 有些這個老頭啊 需要上廁所 需要上廁所 結果我們還停了 結果怎麼樣 一個都沒有跑掉 第二天的這個座談會 把我們捧上天說 唉呦 你們真了不起 可以吸引的啊 這個什麼什麼 這個 這是很得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現在 分上下 在以前的 京劇的演出啊 北京的劇場的演出 他 全本戲啊 現在有個學術的問題 全本戲 到底是 演的多 還是演的少 我認為啊 從嘉靖以後 全本戲啊 就演的很少了 證據 就是金平美 金平美演出的戲曲啊 在家宴的場合 演出 有很多 可是 真演出全本戲的 那個 其中有一個什麼呢 兩世姻緣 那是李平兒 死了 西門慶呢 覺得和他感情很好 所以特別演這一齣 兩世姻緣 覺得他還愛他 可以 下輩子要做夫妻 因此他 分開一個戲 分開前後兩天 中間還刪掉一些 但畢竟把他演完了 如果全部演完的話 大概要三個晚上 類似那樣 長生殿演完也要三個晚上 你想一想 古人再多的時間 吃飽飯沒事幹 你叫他連看三天戲啊 也沒有多少人有這樣的時間 所以我所看到的 你看起先都是 散出 由散出慢慢發展成折子 折子和散出的最大區別是什麼呢 折子戲是精煉的 折子戲是比他自成單元 好像有所有為的 折子戲在舞台裡邊 經過歷練 折子戲是已經行當化 成為哪一個行當的代表劇目呢 但散出 就是因為太長 把一些重要的戲處抓出來演 這兩個不同概念的意義 所以折子戲和散出是不完全相同的 我的好朋友 紅紅薇柱 一定要說 演出這個全本戲的很多 但他舉出來的例子 都是草坤 你們知道什麼叫草坤嗎 鄉下的劇團 他可以演連戲劇啊 今天在這裡演 明天在這裡演 所以把整個琵琶劇演完 那是野台戲啊 賣錢的郭蘭演戲 尤其 尤其 年輕兩代 影響最多的士大夫的戲 是在哪裡演的啊 家樂 士大夫的戲 家樂演出的 蘇民老百姓 都是 公眾 大家出一點錢 湊合起來的野台戲 或者政府呢 碰到逢年過節 要演給老百姓看一看的 節令戲 或者有一些啊 職業戲班呢 跑江湖的 到你來這裡演一演 你到時候收錢給他錢 這種的這個演出 的現象 如果在郭蘭裡邊 有可能呢 類似演出現在連戲劇一樣 今天演多少 明天戲著演 以前我們台灣 的鴿子戲 像我們那個鄉下 都十天 換一個團 十天裡邊 就演一出 從頭到尾的戲 類似我們後來連戲劇 但是影響到這個戲劇 藝術的 最主要當然是郭蘭 就是劇院裡邊 大家買票進去看 另外就是家樂的演出 家樂因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 他們他們對於這個戲劇藝術 很講究 一個字一個音 都要 都要這個什麼的 那麼各位想一想 南雜劇 南雜劇 裡面的短劇 短劇是三折以下 尤其清代以後 晚明清代 幾乎一折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這一次一折的短劇 是不是在家樂裡邊最合適 所以南雜劇的短劇 事實上就是應付家樂的演出 而產生的一個新興的劇種 因此像這個一折的短劇 各位想一想看 它一定會走向什麼的現象啊 歌詞一定要怎麼樣 很優雅 文人講究了 所以我本來說磁戶化 我提出來磁戶化 歌詞呢 就像文人創作磁戶一樣 不管這個老百姓看了 我還不懂 我就是要給 喝酒的四代夫朋友 來觀賞 第二 內容一定怎麼樣 內容一定和素平百姓有關係 和文人的掌控 或者風雅有關係 文人的掌控 風雅有關係 都走上這個路 就在九元歌詞裡面 這也是形成一個特色 那麽音樂呢 諸之必角 哪一個字念錯了 你們知道 牡丹寧盛行的時候 有一個字 詐 是這個一字邊的詐 還是隔字邊的詐 其實是牡丹寧寫錯 對不對 還有 脫豆的彩雲編 還是異豆的彩雲編 光這個獨脫還是奪異 知道這個掌控吧 杜力良梳頭髮的時候 彩雲就是她的頭髮 這個歪歪斜斜 叫做 古代女孩子梳頭 要梳得偏一邊 走路跟燦燦圍圍 那個叫做 是誰發明的呢 是這個 那個東漢時期 那個梁濟 梁大將軍 那個拔婦將軍 他的太太叫孫壽 哇 他很時髦 創了許多化妝的樣子 我記得最清楚的有三樣 一個是歐豆子 一個叫魚子孝 故意來牙齒 用了蛀牙 露出蛀牙的笑 特別美感 我搞不清楚 叫魚子孝 他走路要怎麼樣 彎來彎去 像那個蟲叫折腰部 他的這個 流行的 流行的 這個 的這個化妝 和 和體態 那個 托腹 就是一個 一個托 去掉那個提手房 改成 喘布 對不對 那個到底要練 儀還是練托 打了半天的這個架 在 齊入山他們那個時代 包括 當然會包括水在裡邊 說到齊入山就會想到誰 四大明彈的 梅蘭房 所以你看一個字 你們覺得要托腹地採雲篇 還是儀腹地採雲篇 托比較響亮 儀 儀呢 聲音太細 出不來 出不來 我是主張托的 怎麼說到這裡 那這個 就是 短劇 它產生的背景 它影響到清代 清代的這個燃雜劇 是絕大部分 都是短劇 我記得 我統計的結果 百分之八九十 九十以上 都是一則的短劇 為多 而且都慈悟化 是文人懲才好奇的 一種現象 好吧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禮拜 下禮拜 我們 來講 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主題 就是 腔調的問題 因為腔調 在戲曲史裡面 人人都要說的 但是 什麼叫做腔調 我好吹牛 我是第一個 把它弄清楚 因為我用了九萬多字 寫來一篇論文 是中英研究院 文哲所 創手以來 學報裡面最長的文章 接近十萬次 叫論說腔調 論說腔調這個題目 就接近十萬字 因為 以前對於腔調都含混其詞 不從根源探討 所以腔調的爭議 腔調在戲曲 在中國音樂 歌唱上 它的重要性 都沒有真正被掌握清楚 好 這個說完 我們才能說 下邊一個重要的論題 由體制劇種 要轉換到腔調劇種 它的關鍵 就在腔調上 因為以前的學者 戲曲史 沒有把體制劇種 腔調劇種 分野的清楚 所以就混淆在一起 混淆在一起 混淆在一起 那就混淆的 就分頭轉向 好 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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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